我想應該這樣子啦 那個我樂觀其成 樂觀其成 我樂觀其成 但是我覺得是不可能的任務 不可能的任務 因為民進黨他有 台獨黨綱在那個地方嘛 那你又不接受九二共識 又有台獨黨綱 怎麼可能啊 是不是 那他想是從兩個執政黨開始 然後慢慢再從 擴大到了兩岸嘛 因為他看到國民黨現在 好像這個大張旗鼓了 若一不絕都往北京跑 是 但這次都是民間的一些交流 民間交流 但是 畢竟國民黨跟共產黨 他有長期的來往 是 我判斷這個 朱立人我們早晚也會去 朱主席也會去 夏蓮都去了嘛 上次我還陪他去 不過我前幾天 就是有訪問的這個黃介鎮 黃介鎮是國民黨的國際部主任 那他有說在時間上有一點趕 所以在520前後呢 朱主席可能不太可能會前往 中國大陸訪問 他是這麼認為 但是呢 對於未來可能 朱主席還是有可能會到 我覺得會去 會去 應該是520以後吧 現在我是聽說 這個規劃好像是6月份嘛 因為他不去一下 很多各種閒言閒語都出來了嘛 是不是 是不是 那麼現在傅崑崎快回來了吧 也去了 夏蓮也去了 然後到6月份 我判王金平王院長也會去 以前秘書長李千龍也會去 洪秀柱也會去 那當然國民黨跟他是對岸兩黨之間 是打了過去就有長期的交往的歷史 兩黨 甚至於過去他們想國共還有好幾次合作了 第一次聯合融共 第二次抗日所謂抗日民主統一戰線 所以這是民進黨你要開啟開展這個大門 首先我覺得大陸不可能跟一個 主張台獨的這樣一個政黨 還有自認為是不使台獨工作者的 這個黨主席來對話 我覺得根本就不可能是 也許我們兩位教授會有什麼 想法一樣 你有什麼葵花寶典 寶典是有但我跟你想法一樣 你跟我想法一樣 我覺得不可能 岳老師也覺得不太可能 民共對談良性的對話是不太可能的 我跟你講這個賴清德 我首先第一個我剛剛已經表明了 我們這個孫山老師的這個想法觀念 跟我一致 就是說有一些不可能的原則了 就是說你又台獨黨綱 又不承認九二共識 這個沒什麼好討論的 但我稍微要強調一下 這個賴清德做事情都是別有用心的 也有用心 我不敢講不安好心 但是他是別有用心的 首先的話 第一個的話 他講執政黨的話 這個話不是講給大陸聽 這是講給美國聽的 因為說就是按照我們趙老的話 聽他講說執政黨對話 大陸不可能說是接受你這套美式民主 選贏了以後你就可以對話 沒這麼簡單 如果真這麼簡單早就太平歲月了 對不對 這是第一點 但是他講給美國人聽 美國人最喜歡這個了 美國人的話就是說他自己可以在那邊關上門來瞎打 然後對外頭的話就是要強調美式民主 賴清德剛好做這個事情 然後第二個的話 他強調自信的用意其實就是沒有自信 因為我看得非常明顯 就在我們學校裡頭的話 就在臺灣大學裡頭的話 的那個陸生所遭遇到的待遇 我們這個裡頭講起來 就是說陸生都不准讀本科的 然後只能夠有交換的 然後的話盡量的話簽證 也不能夠這個有健保什麼的話 那對於這個陸生本來來講的話 盡量挫折 還有過去這八年來 之所以我兩岸之間完全不來往 就他們堅持一定要是平等對待 官方跟官方對待 那我們這裡有做過這個陸委會 副主委的人 他就會瞭解 對大陸來講的話 那個這個也是涉及到主權的問題 大陸本身 大家不要搞不清楚大陸的制度 大陸本身的話 不是一個人說的算的 他基本上大家都知道這個立場 你主權的問題的話 從從這個毛開始到凳的話 都是一點都不能退讓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你根本就是說是 他基本上安的是什麼心 所以說這個 他缺乏自信的主要的原因 其實講起來 也是講給自己國內島內的一些 這種台獨分子聽的嘛 也是這樣了解 然後第三個部分的話 就是說美國的話 羅森伯格的話 來了好多趟 美國官員來了好多趟 就是警告他 就是說是 大家都認為說是警告 賴欣德不要作亂 但是我覺得一定是雙向的 就是說你可以作亂 亂到不要亂了大局 就是小亂 所以還是容許有一些作亂 肯定的 反正我剛剛講的這邊 就是說大陸要有信心啊 然後的話呢 就是說是這個 我要跟執政黨對話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 方向是蠻好的 比如說你剛剛講說都是在野的 傅崑奇 當然要基本上是現任的 立法委員 是 對不對 然後去的話 然後剛剛這個 我們這個 春山老師也透露出來訊息 那朱立倫自己本身來講的話 有藉著國共論壇 也可以表現一下 我覺得在這種氛圍下 大家紛紛去了 等到以後 王津平也會去了 說不定的話呢 我們這個韓國瑜也回去的話 那真的是已經是從另外一種方式代表民意的時候 因為我今天看到傅崑奇底下的話 帶著所有的人都在強調歡迎入客 為什麼很多人活不下去 臺灣是很富裕 沒錯 股票是上兩萬點沒錯 但是大家問問看 小老百姓的生活怎麼樣 對不對 一般人的話 都不是每個人都在搞半導體 但是每個人都可以當導遊 是不是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大家要生活 就是說我覺得說對民進來講 賴清德唯一 大家比較抱希望一點 就是說藉這個機會 順水推舟 陸客可以來 然後至於說以前的蔡英文的堅持 他不要堅持 這是唯一的機會 不要阻擋就好 他們那個阻擋 是個原則性的問題 非常容易就是阻擋起來 就是說你不對 你不跟我對等談話 我就不理你 就是這個結果嘛 你要了解 蔡英文的立場 並不是那麼硬的 但是他會強調民憤上 就是美國人教他的 就是民憤上一點都不能讓 以前馬英九在這一段 這麼長的八年時間 2008到2016的話 他基本上是不太重視民憤的 那時候大家非常非常方便往來 我曾經有個朋友 每個月都固定來臺中 李頭髮 從這個福州過來啊 從大陸來臺灣李頭髮 太容易了 很方便的 覺得好服務又好 那時候的交流 真的那麼的熱絡 但相對於現在 我跟你講 好 那個時候你到花蓮去看 所有環島的民宿的 住滿了大陸 各式各樣的人 所以臺灣的生活都染上了一股 濃濃的大霧味 到東部 現在不一樣 傅崑崎 其實確實非常的心急 其實我昨天跟他通過電話 他說現在 就說花蓮的民宿 花蓮的旅館 訂閱已經只剩下5%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擔心 5% 剩下5% 不是5成 是5% 所以他非常非常擔心 95%都空的 是 我接下來請教 蕭崔老師 因為畢竟曾經做過 陸委會的這個工作 那跟對岸的一個交流 也是也很多 但是現在面對 像看到賴清德 他說希望能夠 民共良性的對話 而且他還提出說 要中國要有信心 你怎麼看 首先我想強調一下 中國大陸對於主權 不是不可能退讓 而且兩岸關係好的時候 對我們的主權 是有前進的 積極正面的功能 兩岸關係不好的話 我們政府 執政黨經常說 保衛臺灣主權 其實是嚴重的後縮 是 我就舉幾個 我在陸委會 擔任副主委 是級的例子 2009年 各位知道2008年 北京舉辦那個奧林匹克 京奧 可是在1980年 因為1976年 中國大陸進入奧林匹克 所以我們就有名字的 問題了嗎 1980年兩岸跟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在那個瑞士的洛商協商 得出一個所謂 我們的這個奧運模式 那各位都知道 我們家 我們參加國際賽會 用Chinese Taipei 可是這個Chinese Taipei翻譯 中國大陸的輿論界 長期把我們翻成中國台北 懂一點點英文的人也知道 Chinese Taipei不是中國台北 是中華台北 可是他們都這樣叫 你要什麼辦法 國際政治是權利啊 可2008年我們跟對方說這個不好 不友善的行為 所以for the first time 從來沒有 現在回到中國大陸 又叫我們中國台北嘛 那是第一次 中國大陸叫我們中華台北 這是主權的問題啊 所以他也退讓了一次 當然退讓啊 這是第一個立案 提供給各位參考 第二個立案 一年以後2009年 高雄那時候市長是陳菊 舉辦世大運 各位記得嗎 那我們 馬總統跟我們說 我在我們的土地上舉行 我一定要去 我們國際一定要出現 這就有個問題啊 因為國際賽 我們國際是不能出現的 各位記得在1996年 在美國的那個 那個亞特蘭大奧會 在觀眾席上 有人舉我們的國際 警察馬上來把他請出去啊 我們看的都是 都是情何以堪 是吧 可是馬總統說 我一定要來 然後我們國際一定要出現 那我們就 我負責文教嘛 就跟奧會 體委會 奧會 三家做起來談 我們把那個奧會的規則 翻出來看 奧會規則說 在那個 觀眾席上地主國的國旗是可以出現的 選手不行 選手一定要拿那個奧會的會旗嘛 可是觀眾席上是可以的 我們就跟奧那個那個市運會的那個主席說 你可以喔 可是市運會主席前一年來就說看到我們國旗他退場 他給我們壓力很大 跟我們說我們總統一定要來 而且我國旗要出現 而且規定是可以的 第二馬總統說 我一定要來 我們就要翻 翻到那個規則裡面說 主辦國的領導人是可以來開幕 他們說可以致辭 可以開幕 我們跟他說 可以參與的 我們就跟他主席講 他也沒辦法 我們把規章發給他看 可是在那以前 我們的總統或者國旗 從來不能出現 可是2009年 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舉行的市大運 總統出席開幕式 主持開幕式 中國大陸代表大運出席 然後觀眾席上 全部是國旗 什麼叫什麼叫主權 可現在臺海中線也沒有了 國際斷交十個邦交國 這不是主權是什麼 金門那個限制水域也沒有了 對 所以我特別強調 剛剛那個院教授講 馬總統時期不是不中民憤 主權就是民憤 你兩岸關係好的時候 你主權可以前進 你民不正言不順 你這個民憤就出來了 你現在是我們自己 一定要喊著爽 說什麼保衛主權 實際上你國 我一直一直倒退嘛 中線也沒有了嘛 人家已經到你家門口了嘛 人家畫的那個演習區 都畫到我們臨海了 什麼叫主權 你連臨海都保不住 是吧 就特別要跟各位強調 就是有一個將官聯繫 不過我接下來請教一下張老師 就說在接下來 賴清德執政之後 主權會往前進嗎 好 我們來從他最近的一次的談話 那這次談話很特別的 他選擇的時間點是在他親自公佈了國安團隊的名單 我們知道說他這幾波的那個名單的公佈 幾乎都是由行政準院長就是卓隆泰來公佈 但這一次非常特別是他親自出席 親自來介紹 而且重點是他在致辭的時候 他講了一些話 他喊話中國要有自信 待會兒我們請這個趙老師來跟我們談一談 為什麼他要中國有自信來面對台灣民選政府才是王道 他有選的這個字詞跟以前可能是不太一樣 好 然後呢 他還提到說他2015年的時候呢 擔任台南市長的任內 他前往的上海主辦成城坡先生120名單紀念畫展的時候 他也特別公開講過了 兩岸應該要展開自信的交流 增進彼此的了解 理解 諒解 和解 然後是和平發展 創造兩岸人民的福祉 他說他這個立場一直都沒有改變 所以我請教趙老師 他選擇了在這個時間點 在這樣的場合說了這樣的話 他想表達什麼 我覺得在520之前啊 他現在去做一些鋪陳 他這個邏輯我也聽不太懂 老公跟我們從來沒有說他沒有自信 你希望他有自信 我倒是覺得我們要有自信 是不是 怎麼你要求他要有自信的面對 我覺得老公是太自信 他們 你想想過去他在馬英九任內 我們建民兄 副主委 你剛才講趙老師 我不曉得有人問他 我們在學校裡面 村莎老師 建民老師 你要分鏡子 趙老師 沒關係沒關係 我剛剛嚇了一跳 你叫老婆就直播 你想想看 現在自信我覺得 我們倒是需要有自信 對 憑良一講 我們要自信 因為台灣你今天我們 如果你覺得民主制度好 你覺得你這個也好 那個也好 開放嘛 對啊 你就開放啊 我們就不 你就不敢啊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現在跟大陸在一起 我反而覺得我們這幾年 累積下來的 照理講我們應該很有自信才對 是 但是實際上 我們就是有時候是錯了錯腦了 很多事情你敢做又不敢做 很多我覺得不該做了吧 你又去做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個像賴欣哲最近這個 我當然啦 當然他如果說他的目的是要希望能夠 兩岸能夠對話 我剛才已經講了 我是樂觀其成的 因為我一直認為大陸 那麼跟我們這些 譬如說一個同溫層的 老實喜歡跟同溫層來往是不好的 因為你雖然賴欣哲代表 大陸一直講不代表主流民意 那不管怎麼樣 他還有四成選民嘛 所以你跟他們來往 應該是沒有什麼 我們是樂觀其成 可是問題在這個地方 問題在這個地方 就是說 你今天喔 你就大陸他說 你要跟一個隨時準備要分離的 隨時要準備分開的 那我們在談合作 談交流 那談什麼 在他的概念裡面 說我交流了半天 你說你還是要走 這沒有互信 就是這個互信非常重要 剛剛建民兄已經提到 那個幾個例子 我想跟你講 我這參與了一個例子 非常有意思 當時這個巴拉瑪 我覺得我們已經曉得要 要跟導入建交了 可是你曉得巴拉瑪 當時是我們最大的一個 一個有關國家 我們一百多年的歷史 我們從清朝時代 我們就跟他建交了 而且我們建交那個建交公報 我們是代表中國的 唯一合法政府 所以當時我記得印象很深 那林永樂 我叫外交部長 他叫我去大陸跟他們相關 因為我知道有些朋友嘛 包括外交部那個時候 那時候外交部長是王毅 他底下一個市長負責 我就跟他談這個問題 我就跟他談 我說我說我們啊 你們現在有跟你們幫交了嗎 一百多個國家 那我們就二十幾個 當時二十幾個 下面十幾個 十個 對 十個 我們二十幾個 而且都是什麼 講難聽的 都是小朋友 黑朋友 對不對 我說你 老是挖我們這個幹嘛 我說你也搞清楚啊 你是一百多個國家 你是代表中國 那我只有這個二十幾個國家 我也是代表中國 只有你能代表中國 你又不讓我代表中國 你到時候搞了半天嗎 你就逼著我 往台東方向走 他答不出來了 我說你就讓我們這幾個國家 代表中國又怎麼樣呢 對 將來要做到什麼程度 你代表中國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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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主宰國 好 有任何問題天災什麼玩意 好沒有 我們沒有使館 實在需要幫忙 我們到你那去 那我由我們有幫 亞國的地方 雖然都是一些小國家了 那咱們 咱們會出什麼事 你當地你有大陸的 你到我們這兒 我們來幫忙 兩岸如果做成這個樣子 那不是很好嗎 你就不要再搞了 對 八年期間 我說我們只丟掉甘比亞 一個國家 一個 那是個非常special 非常非常special 也跟中共無關 也跟中共無關 那個誰 那個佐料也好啦 那其他的國家 OK 對 那你看現在 有名的成果 你們應該大肆表揚自己啊 你說要吃 你應該大肆表揚自己啊 就是我照顧山幹的 我是奉命 我是奉命啊 你現在畫了這個 你現在那個吳釗憲 他本身要感覺到 自信殘悔啊 我跟你講 才升官 我跟你講 自信 我看嘛 不是你說說的 你要有行動表現出來 是 現在我是認為 坦白講 我是認為民進黨政府 太沒自信 老師那時候 你還可以跟對岸 可以這樣子的 一個對話 現在完全都沒有對話了 我們現在 建民兄小時候 現在都靠一些學者 對不對 你們去交流一下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 異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 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 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 異生菌 我才認識了 這個克菲爾 異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異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 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 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異生菌 不僅是幫助 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 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 腸道菌 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 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 異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梅日克菲爾 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太陽星全都可以 快點